TVB无虎曾是比四大天王还早的爆火天团 如今35年过去了 无限无虎现状如何呢? 第一位 刘德华 刘德华如今已是娱乐圈天王巨星 歌坛和影坛都有不俗的成绩 从当初的重情重义 到如今57岁依旧保持初心 这就是他能在娱乐圈30年不倒的原因 第二位 苗乔伟 苗乔伟曾凭借八三版射雕杨康一角走红 当时的苗乔伟如现今的流量明星一般 深受观众爱戴 然而爆红后的他却选择隐退 转行下海经商 销声匿迹15年 直到44岁时再次开启了演艺生涯 二度归来的苗乔伟 可谓是宝刀未老 实力依旧 第三位 黄日华 黄日华当时是武谷当中名气最大的 八三版射雕让他一举成名 之后的天龙八部更是把他送到娱乐之巅 直到2013年未病重的妻子隐退 之后的七年里 他为妻子的病情而胶着 2020年黄日华太太因病走了 不知现在的他走出悲痛没有 第四位 梁朝伟 梁朝伟是目前拿金像奖影帝最多的男星 在五虎中事业可以和刘德华媲美的人 而今的梁朝伟不仅事业成功 和妻子刘嘉玲的爱情也成了娱乐圈的一桩美谈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 至今没有生下两人的爱情结晶 第五位 汤振业 年轻时的汤振业五官秀气 在五虎中当属是最帅的 连翁美龄都被他迷住 而近60多岁的汤振业 身材严重发福 头顶也可谓是寸草不生 只能在一些影视剧中担任配角 虽然他们有的早已不在江湖 你认为谁的传说经久不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